《戀愛》 究竟有怎樣的 motivation 令你空手跌身走到地獄 你都在所不適 為何會發生這種愛情 而愛情究竟是甚麼 我覺得版的展覽 反而是一個機會 令自己找答案 我叫江海勤 我是一個做算黑的圖章佬 算黑簡單來說 就是用算書來雕刻的印象 古時只有士大夫才教育 誰會看算書 這就是所謂的漢族文化思維 如何分到high和low art的分野 其實我在浸會試過藝術系畢業 當時在浸會學習了一個最基本的技巧 例如如何打磨或落刀 就是因為有人找我幫他做個印 然後我黑了第一個 就有另一個人找我黑 因為我放了上網 然後有第三個 有第四個 搞一搞一搞 我就沒有做全職 然後變成全職圖章佬 我做作品的立場 其實是想呼應所謂的人民價值 但《戀癡情》 我覺得是人性的其中一個面向 主題叫做《如果我是癡情詩》 其實癡情詩是紅樓夢一個 連角色都說不上的人民 就是癡情的人民和女子 就會在書冊中出現 到現在的態度 其實我想說的是癡愛迷執的一件事 即是你會傾盡所有精力 你都會擁有 就算你要隻身 即是古希臘神話中 還不是開格歷史 他要救他的愛人 還不是要走進他的地獄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住場活動 叫《紅塵收賣佬》 我用手藝 即是任何人拿他關於愛情的物件過來 還分享他愛情的故事 我就會立即幫他做一個印章 其中一個是一張山頂的藍車車票 是一個有丈夫的太太 他就跟兒子的班主任墮入了情網 然後他們就一起登上了藍車觀賞夜景 而那張車票上面在《I love you》這個字眼 其實真的很心情 很迷汁 真的很浪漫 但他覺得這件事很值得回味 雖然縱使到最後 因為道德加所和生化問題 他們分開了 其實愛情可能只是有一個感覺 但為何會變得那麼不一樣 大家的觀感 假設他不是結婚或是有小朋友 這件事可能已經完全不一樣 我收集到的故事夠多 可能我能夠為癡情這件事 找到一線的主腦 或者用歸納的方式 找到一個面向的答案 所以我覺得展覽反而不是純粹我告訴別人 而是一個平台 我可以跟觀眾有些交流 我都可以找到一個答案